公元604年 隋文帝杨坚死在了他位于仁寿宫的寝宫 历史上对他的死因众说纷纭 莫终一事 很多人直指当时的皇太子杨广 师父篡位 但也有人说杨坚的死和杨广没有关系 那么杨坚到底是怎么死呢 在他身上的死亡 在他弥留之际 仁寿宫他的寝室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隋朝太子费力风云第八节 杨坚死很可疑 踏实大骑的地造 一生只和皇后生下五子 他深信一母同胞的五兄弟会同心协力 贡宝帝 贡宝帝 我将上 却不料太子的费力 使得兄弟间猜忌 反目 相互杀 无一善重 隋文帝 隋文帝为何要废掉长子杨勇的太子之位 赐子杨广经历怎样的处心积虑当上了太子 太子的费力给王朝埋下了怎样的政治危机 存世三十八年的王朝由空前兴盛到急速衰亡到底经历了什么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隋朝太子费力风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来分析隋文帝杨坚之死 上一集我们讲到 人寿四年 公元六百零四年七月 隋文帝杨坚在人寿宫病重 太子杨广和大臣杨树柳树元岩等人逝急 期间杨广和杨树暗中通信被杨坚截获 杨广又非礼成贵人 又被杨坚知道 杨坚决心要废杨广命令柳树元岩 招废太子杨勇来仁寿宫 杨广杨树得知消息后 命令亲信带兵接管了仁寿宫 赶走了杨坚身边的人 很快就传出来杨坚驾奔的消息 太子杨广迅速接管权力主持局面 本来杨坚的死就疑点重重 杨广接下来的诸多举动呢 更是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首先杨广下令密度发丧 如果光明正大 你杨广为什么不公布父亲的死讯呢 第二杨广伪造了隋文帝杨坚的诏书 赐死废太子杨勇 杨广登基后 又假惺惺的追封杨勇为防灵王 但是规定 其子不得继承爵位 杨勇的长子 也是杨广的大侄长杨衍 担任是宫廷侍卫官 死在一次随护出行的路上 据说是被杨广堵死的 杨勇的其他儿子全部流放岭南 后来杨广命令所在地的官府杀害了他们 狠心的杨广把大哥杨勇是满门抄斩了 第三杨广又下令宰部尚书柳树 黄门侍郎袁延关进监狱 柳元两个人啊 是杨坚晚年倚重的力量 又是杨坚临死前啊 要废杨广传位杨勇的见证人 杨广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事后啊 杨广是扁两人为平民 把柳树流放广东龙川 也就是现在的惠州 元延流放广东南海 也就是现在的广州 这两个地方啊 当时都是偏僻蛮荒的小地方 上述这些情况都是正式随书的记载 带有阴谋论的种种要素 成了一桩著名的历史公案 很多人就认定呢 杨广是士富夺位 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啊 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 黑幕也好 清白也好 流血也好 毒药也好 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 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直接证据 我们后人呢 只能通过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点滴记载 再加上常理推断 来尽量还原杨坚之死 杨广继位的真相 关于杨坚的死亡 我们所能查到 有大业掠记和通力两部史料 那么这两部史料 对杨坚的死亡原因是如何记载的 这些记载又是否经得起 可以敲呢 历史学者张诚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随朝太子费力风云第八集 杨坚死的很可疑 下面我们就分四大方面来一一分析 第一方面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 相关记载的原始典籍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韩生 在随文帝世君与贝世说考证 这一文当中 指出最早指控杨广世父的记载 建于《资质通鉴》卷一百八十文帝人寿四年七月条 这条内容引用了赵义的大业掠记和马总的通力两本书 其中《大业掠记》记载道 高祖在仁寿宫并胜 追帝是极 而高祖每人由必信者 为臣蔡二人而已 帝乃昭蔡于别是 即还面伤而发乱 高祖问之 蔡契曰 皇太子为非礼 高祖大怒 聂子出邪 招兵部尚书柳树 皇门侍郎袁爷等 令发召 追庶人勇 即令费力 帝是破 招左朴叶杨树 左树子张恒 敬毒药 帝简 肖建官奴三十人 皆服妇人之福 依下至杖 立于盟相之间 以为之位 素等纪录 而高祖暴奔 十八日发丧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史料 首先 《大业掠记》记载的桃色事件 女主角是蔡夫人 而不是成贵人 此外 隋文帝阳间发丧 是在二十一日 而不是十八日 《大业掠记》把人物和时间都弄错了 这属于是明显的硬伤 那么这本史书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其次啊 这本书啊 记载在桃色事件当中 蔡夫人和杨广发生了激烈的身体接触 所以才会面伤 发乱 这么激烈的身体接触啊 肯定声音不小 那么就在不远处房间里面的隋文帝阳间 还有其他周围的工人 难道会听不见 第二本史书通力则记载 上有吉 于仁寿殿于百疗辞绝 并握手唏嘘 事实 为太子及陈宣华夫人是吉 太子无礼宣华素之 弟怒曰 死狗那可复后事 拒令昭勇 杨素密不宣 乃丙左右 令张恒路拉地 血溅平风 冤痛之声 闻于外 崩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史料 根据这个上文的描写啊 杨间是命令杨素去招杨勇前来 杨间应该很清楚 杨素和杨勇的关系很差 杨素和杨广走得很近 那么杨间怎么会把费杨广 另立杨勇这么重要的任务交代给杨素执行呢 其次 通力啊 有行凶杀人场面描写 比如张恒 拉地 也就是杖杀 而且 血溅平风 冤痛之声 闻于外 非常有影视剧效果 可是呢 十几年以后 杨广自己被杀的时候啊 坚持说 天子自有死法 也就是啊 天子不得加兵刃 要死得有尊严 杨广先是要求引证 后改以炼金义死 杨广对自己都这么要求 为什么对亲生父亲那么残忍 刻薄呢 而且 杀皇帝这种事情 越隐蔽越好 像通力记载的那种场面啊 几乎是半公开的行凶 生怕知道的人少一样 所以啊 这段记载也不大可信 以上这两段史料啊 就是杨广世父的基本材料 但是这两段记载都存在着明显的硬伤 在写作的时候非常不严谨 带有啊 世景传闻的色彩 所以 资质通建虽然引用了这两段史料 也不敢确定 慎重说明 经从随书 杨广世父一说啊 缺乏站得住脚的直接材料 第二方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引爆杨坚杨广父子关系的那桩 桃色事件 杨广世后啊 把陈贵人收入了自己的后宫 这是事实 后来人啊 都觉得这难以接受 是骇人听闻的丑闻 可是大家要知道 南北朝时期啊 北方受到少数民族风俗的影响 存在儿子收纳父亲机械的分器 这种分器啊 延续到了隋唐时期 比如 唐太宗李世民就收纳了弟弟齐王李元吉的侍妾 唐高宗李治就收纳了武则天 这些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杨广把陈贵人收入自己的后宫 在当时也是正常的 我们不能以此来推断杨广因为陈贵人的缘故 对父亲阳间发难 同时啊 面对着即将厌弃的老皇帝 年轻的嫔妃们啊 为自己预留后路 这也是人之常情 陈贵人应该也有类似的打算 况且 他和杨广早就有密切的联系 向杨广示好是他最现实的选择 陈贵人本身也不是什么猎女劫富 不然啊 就不会在杨广去世的当天夜里 就和杨广成全了好事 从杨广这方面来说呢 他和陈贵人一起服侍病重的杨广 两个人相处了好几个月 在这几个月时间里 双方都相安无事 杨广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刻 把持不住 迫不及待的要强暴陈贵人 综合以上分享 在隋文帝杨间临死之前啊 杨广和陈贵人勾勾搭搭 是有可能的 抑郁强暴可能性不大 即便有强暴的行为 陈贵人激烈反抗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三方面 杨广侍父夺位一说啊 在逻辑上存在诸多不通顺的地方 比如 柳树人言是杨广杨树的死对头 柳元两个人啊 接受了杨间要改立杨勇的命令 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拿去给杨树看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费解的事 又比如 人寿宿宫地处深山老林 交通不便 当时杨广杨树掌握的武装力量 已经彻底控制了宫殿内外 断绝了交通 一切都已经在杨广的掌握之中了 隋文帝杨间又是病重不治 即将死亡 杨广为什么不花一点点时间静静地等待父亲去世 而要下令张恒杀害垂死的父亲 杀死杨间 最多让自己早几天叨皇帝而已 但是却会让自己背上弑父的罪名 从常理上分析 这样做得不偿失 再比如 隋文帝杨间非常清楚 费力太子是一件大事 牵涉到方方面面 在费处杨涌的问题上 杨间就犹豫了好多年 可见他是非常慎重的 杨间还很清楚 废除杨涌导致暗流涌动 后一阵不断 如今的太子杨广 羽翼丰满 个人能力和政治势力都远在杨勇之上 再看看自己 杨间是行将就木 他还有能力废掉杨广 把杨勇重新扶上台吗 因此杨间有没有在死前明确下令 更换接班人 是存疑的 第四方面 隋书中其他记载又证明了 隋文帝杨间是正常死亡的 术士卢太记亚之前劝诫杨间 不要去仁寿宫修养 说你去了就是有去无回 杨间很生气把卢太记关进大牢 准备从仁寿宫回来以后开刀问斩 想不到卢太记的预言是真的 临死之前啊 杨间想到了这件事 他把太子杨广叫到床前 交代说 我死了 你就放了他吧 此事记载在卢太记传中 杨间临终前还过问了自己临寝的事宜 他召见了当年修筑 独孤皇后临寝的大臣何仇 接着杨间又搂着杨广的脖子 叮嘱道 何仇办事用心 我把丧事托付给他 有什么事情 你要和他商量 此事记载在何仇传中 这两处记载啊 丝毫看不出有宫廷政变的迹象 随书 既记载了杨间死亡和杨广继位的种种不寻常之处 令人生疑 又收录了似乎相反的事实 看似矛盾 其实啊 是秉承了有事必录的史学原则 虽然是巧合 尽管可能引发后人争论 但只要是真实发生的 史书都要记载下来 历史学者张成认为 杨广 士富篡权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而正史随书既记载了杨间死亡和杨广继位的种种不寻常之处 又收录了似乎相反的事情 很多地方相互矛盾 那么杨广杀父的种种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 杨间死后 杨广又为什么密不发丧 难道他真的对自己的父亲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 而怕别人知道 对于杨间的死亡真相 张成又将给出一个什么版本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随朝太子费力风云第八集 杨间死得很可疑 那么人寿四年七月的人寿宫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综合各种历史资料的记载 用常理推断出这么一个版本 在当时的山林升宫之中 各方力量看似一心一意的在那里伺候并踏上的杨间 实际上啊 种种联系谋划 早已经结成了一张网络 覆盖在了人寿宫之上 这张网络当中 其中一条重要的密谋线索 就是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互通消息 确保杨广能够顺利继位 想不到这个信件 阴差阳错送到了杨间的手里 杨间看了信件 明白了 自己宠信的太子杨广啊 其实有着另外一副嘴灵 而身边的重臣杨素呢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面孔 不过 久经政坛风波的杨间很清楚 权力决斗场中的人们都是如此 他自己就是在各种明争暗斗之中挺过来的 所以杨间虽然感到失望 感到凄凉 勉强也只能接受现实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房间里发生了杨广和陈贵人之间的桃色事件 此事本可以化为一桩秘密 永远不为人知 但是 陈贵人回到杨间寝宫中出现了失态 敏感多疑的杨间很快就逼问出了事实 陈贵人本能的就把责任推给杨广 说太子妃礼 短期内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 杨间胸中感到了一种 酸楚 愤怒 油然而生 市集的柳树 元岩等人 迅速抓住了杨间的情绪变化 柳元这一派势力啊 是杨间树立起来牵制杨广杨肃的 他们很清楚 一旦杨间驾崩杨广继位 自己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眼看着杨间就要归西了 柳树 元岩肯定很焦急 他们要寻找机会巩固自己的权利 这个时候出现了不利于杨广的事态发展 杨间正处于对杨广的严重不满 愤怒情绪当中 柳树 元岩就决定火上浇油 扳倒杨广 他们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劝杨间废除杨广 重立杨涌 杨间可能口头答应了 也可能没有答应 但是柳树 元岩迫不及待的就开始 草拟诏书 消息就被同为市籍大臣的杨树知道了 于是就有了杨广杨树联手调兵遣将 接管仁寿宫的这一幕 这一幕充分表明了两派政治力量相差悬殊 柳元等人完全是杨间硬生生扶持起来的 缺乏根基 一点兵权都没有 杨广很快就完全控制了仁寿宫 病重的杨间 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任何权力 只能安静地走向死亡 杨间了解了情况以后 也平静接受了现实 交代了释放卢太计 安排何仇负责方式等等 总之 杨间生命垂危之时 仁寿宫确实出现了变故 杨广为了确保顺利继位 联合杨树的所作所为 都是常理可以理解的 他的敌人是对立的柳树 原岩等政敌 而不是要谋杀父皇 只是杨广杨树调兵潜将的行为 和杨间的死时间高度重合 再加上杨广掌权之后 杀戮杨勇迫害政敌种种行为 都惹人怀疑 这可能是杨广侍负夺位 传闻兴起的重要原因 至于杨间死后 杨广密不发丧的原因 可以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解 仁寿宫远离京城 茂兰立刻发丧 可能会因为消息传播 京城空虚等原因 造成不必要的骚动 所以杨广等从仁寿宫返回京城之后 再发丧 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杨广掌权之后 有什么样的举措 登基前常年的政治阴谋 和权力斗争 对他的执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相关人等又有什么样的最终命运呢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公元604年 太子杨广最终顺利继位 当上了皇帝 那么杨广掌权之后 为了鞏固皇位 分别做了哪些事 登基前常年的政治阴谋 和权力争斗 又对他的执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隋朝太子惠律风云第九集 赢了皇位丢了将上 明日不